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设计不浪费APP平台选定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与促进在地食物 并可以支持在地小农设计本APP可以从两个面向解决问题 1.让在地小农透过平台直接对使用者贩售商品 即使是NG商品或小样食材都可以让消费者自取交易 达到不浪费食材的目标 2.消费者注册后可以透过地图显示商品的位置 选择理所在位置较近的商品购买 并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商品 减少食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碳排放 希望可以救地球并可以达到SDGS消除饥饿的目标 本APP使用流程如下 使用者注册后身份可为卖家与消费者 小农登录系统可选择卖家 使用流程如下 1.登录平台输入账号密码 账号为电子邮件 第一次使用可先注册 登录完毕后点选滑动主选单 切换到卖家模式 管理商品页面中 按下加号可以新增商品 输入商品名称 价格 照片 等资讯 按下新增后 每笔商品有四种模式 1.商品上架中 2.订单已被购买代交易 3.过期 过期未取或未被购买 4.交易完毕 已完成交易 刊登者可以直接点选管理商品 可修改商品资讯 而刊登后 可以等待消费者购买 并约定时间交易 消费者的使用流程如下 登录系统后会直接进入商品列表组页面 页面会显示所有贩卖中的商品 即使是卖家 点选滑动主选单 可以切换到购买模式 画面上会显示所有商家的商品与价格 可点选进入详细页面 看商品照片与详细资料 点选地图显示 所有商品会显示在地图上 使用者可以直觉地点选标记 观看商品资料与距离 长按则可将商品加入购物车 点选购物车后 进到使用者购物车页面 会有三种列表 已预定商品 招易完毕订单 已预期订单 点选预定商品可观看商品资讯 直接联络卖家 开启Google导航取货 对消费者而言相当的直觉与便利 促进使用者的使用 我一堆堆浸水枸还有一些题材 有的时候水枸吃不完 或是生得比较壞的 就是这一堆 有时候放得比较久的 买不出去 或是自己也吃不完 现在这款水枸放着放着 落尾了 但是现在 有一个不浪费APP 现在这个APP 让我键下来 这附近的人 如果要买一些水枸 甚至这辣的 但是我买到辣的水枸 这样就不会浪费 现在 如果对我更方便 我不需要水枸 不太多了 我不需要拿去市場 摆一天 摆一天 又买不出去 很累 所以这APP 不浪费APP 键下来 对这一堆 我会来照顾它 还是对这个环境 我们的帮助都很大很大 感谢这种APP 我手头的 阿胜福日子 现在已经有人订了 买买了 所以后听到这个APP 我爱这个APP instantly 它是非常 user-friendly 我喜欢它的 interface 你能够找到 old information 你需要 马上 我喜欢它的 built-in Google Map 计划 只有一个 click 你能够找到 最近的 较习近的 较习近 它是非常便宜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 去买 较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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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APP 我可以做到现在 好